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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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著上册 二百二十八页 二百二十八页 请看第五行 这是诗学门的第十个 主办圆明 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 法法交彻 故随举一法 其他一切法即半之而缘起 以及举一法为主 则其他一切法皆为半 而复于此一法 更以他法为主 即与法成办而尽及之 果一法 圆满一切法之功德 是名圆满俱德 这是一段 这是诗学门的最后一个 那我们都知道 西方净土 是很特殊的一个佛场 那边的教主呢 是阿弥陀佛 如果阿弥陀佛为主 那一切诸佛就是半 如果释迦牧的佛为主 那阿弥陀佛又是什么 就是半 所以呢 这个主跟半 它没有固定的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 佛法 它是平等法 它是没有分别 没有高下 所以任何人都能够做主 任何人呢 也都可以做半 果一法 圆满一切法之功德 这个就称之为 圆满俱德 不要说一尊佛 一个人 可以做主 做半 就连那个最维系的 维臣 它也能够做主 像这些话 都是讲到 伦理关系 所以我们跟一些众生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关系是平等的 那换句话说 没什么高低 没什么贵贱 后面《黄文经书抄》里面 也讲到 这举个例子 如北辰所居 众心拱之 大家对天文学 有没有兴趣 有啊 北辰指的是什么 北辰星 没错 我们看这个 如果你拿个 天文望运镜 你看这个太空 尤其是那个比较大的 用它来观测太空 你就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这些 星星都在转动 其实我们忽略了 另外一个星球的转动 哪个 地球 是不是 地球它怎么转呢 它自转 它还有呢 它还有公转 所以我们以地球为主的时候 那其他的星球呢 就为伴了 这个我们都可以 类推 再说到《无量寿经》 今本经以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为终 以十念必生愿为大愿之本 尊重持明念佛 明 俱万德 此一句佛号 圆满 俱足 一切法 之功德 这段开示 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大家这一生修行想要成佛 用什么方法 最好呢 这里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 没什么知识的人 也不能够小看他 说不定这个人怎么样 他听到这个法门之后 他就很老实念佛 他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直持名号 一直到他断气 往往他走的时候啊 还走得挺不错的 他可以呢 一知十知 不成病 很潇洒 就走了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 愚钝的人 也要恭敬 对任何众生 都要平等的礼遇 具体是华言玄门 原名俱德之意 我们看这个十全门 第一个 同时俱足相依门 后面呢 主办原容俱德门 这一前一后 当中通通啊 都在一起 在说到旧净处 这十全门都在哪 都在您天天所念的 阿弥陀佛佛号里面 经中三倍往生平云 乃至获得一念 静心 这句话也是我们要很重视 这个一念呢 说实在的 时间很短促 弥陀佛萨讲得很好 一坛子 三十二亿百千念 那个速度太快太快了 这是我们一般人呢 无法想象 现在科学家呢 只侦测到 一坛子 有一千多兆的 这个变化的频率 那么佛讲的速度呢 比它还要快 这个一念呢 我们要知道 它是属于自信本定 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的妄想 分别执着呢 淡化 减少 消除 所以把自己的心呢 定下来 定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而然 你就看到诸法的实相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妄念 通通都收归到这一念 那么这一念 就是我们净土中所讲的 这句弥陀 名号 话讲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把妄念都收归到这句名号 但是我们现在 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呢 还没有 为什么还没有 念的佛号不够 念的太少了 如果说能够像黄念老 走之前那个样子 一天念十四万声佛号 那就跟这个疑念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契合 刚刚说嘛 这个疑念呢 是一千六百万分之一秒 一千六百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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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快的速度 谁见到这个境界 八地骨骚 你看人家那个心 人家那个静心 就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效法 所以一定要修禅定 一念静心 发一念心 念欲彼佛 这个静心呢 就是跟染污的心呢 是相对的 平常我们大家用这个第六式 第七式啊 用成习惯了 八式嘛 起作用的就是第六式 还有第七式 这个第七式呢 也叫染污翼 第七式的体 就是我见 它就有这样一个概念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这是为主嘛 还另外一个伴 三个概念就是 我爱 我吃 我慢 众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恼 为什么 常常会造作恶业 就是因为有 这个第七式的 四样东西 在蛊惑它 在驱使它 让它呢 造作种种的业心 我见 我爱 我吃 我慢 一旦我们把它转过来 那这个谈成识慢 你就不会啊 再发生了 所以学佛 没有别的 就是用自己的定功 把这些杂念妄想 统统 扶住 把它断掉 阿罗汉 阿罗汉 比我们高明之初 他就把执着 去掉 你看 他就把这个第七式 就转了 转了第七式 他的智慧就现前了 什么智慧 平等性质 可是啊 这个智慧 他是得到了 但是他那个 第七式 这个执着 去掉 可是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 执着的习气 所以他还必须 再向上提升 那披子佛呢 功夫比他高 把那个 见识反反的习气 也都断掉 所以佛道 真的是 很漫长的一条道路 我们修学呢 真的不能够见断 由断见诗之后 接着再断 承杀烦恼 再断无名烦恼 到最后 把无名烦恼的习气 也都除得干干净净 因此我们现在 修道 真的不能 离开经典 因为现在佛菩萨 不在世了 我们只能够依循经典 来了解事实 古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奖金的人 那都不是一般人 按照古人的标准 谁才够资格上台奖金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我们只要听经的份 谁才可以登台呢 那是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的 这大菩萨 才能够宣讲佛法 可是现在 我们都知道 这个 佛菩萨呢 他们 没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没有印化 佛菩萨的身相 那我们现在 如果再不出来 发心奖金 不出来学习奖金 那这个佛法 就会如何呢 它就会断掉 也许有人就问了 那佛菩萨 为什么不来呢 请问 他们为什么不来 因为现在 众生的两大原因 导致圣人 没有降临一世 第一个 就是我们福报不够 第二个 我们现在这个 烦恼太重 纵然佛真的来到世间 为我们讲经说法 我们在台下听 我们是什么态度 我们看了 佛那个眼神 都很傲慢 心呢 也是很鄙视 瞧不起他 假如是用这种心态 来看待佛菩萨 我们在造什么样的罪业 全部都是低于重罪 所以佛菩萨呢 为了避免我们大家 造这个罪业 他就不以佛菩萨的身相 硬化在世间 但是 他们有限别的身相 限什么身相 像智子大师 散导大师 应光大师 莲齿大师等等 他们就事先了 这些高僧大的 所以我们后背 登台 学习奖金 一定要态度非常谦卑 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讲得很好 我很受欢迎 就有这种傲慢之心 一旦有一丁点傲慢之心 说句老实话 佛菩萨 护法神就离开我们了 他们离开我们 那谁来到我们身边呢 大家听说过 这个误打果实吧 这唐朝时候的 很有名的一个公案 所以呢 冤亲债主找上门 还有呢 妖魔鬼怪 都来环绕着他 那我们现在又很想发心 弘扬佛法 怎么样把佛法 讲得没有错误 自己修学 又能够功夫得利呢 这一生又能够成佛呢 当年李师公 就跟师父上 他们呢 这批学奖金的 学生呢 就说了四个字 这是秘诀 哪四个字 智诚 感通 所以啊 我们学习奖金 一定要对经典 万分公斤 万分真诚 您有这样的心 自然就会赢得 佛菩萨的护佑 价值 那龙天善神呢 也会在旁边帮助你 本来看经文 看得不太懂 可是呢 我们这个心很真实 真的看不懂 怎么办呢 就不要看 看诸解也看不懂呢 那就把它合起来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念佛 最好呢 就拜佛 在那磕大头 哎 拜着拜着 忽然了 脑海里面就涌现出 刚才那些经文 诸解的 那个意思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念佛 拜佛 功效不可思议 因此古代这些 奖金的大法师 你看他们呢 每天自己 那个定课 是不会受的 所以不管是出家 还是在家同修 发行出来奖金 一定要依循 一定要依循 古人的做法 对佛法 对经法 对老师 要恭恭敬敬 自己学习呢 绝对不能够间断 所谓的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 其意之间 后面接着讲这个古报 此人 灵命忠实 如在梦中 见阿弥陀佛 定生彼国 得不退转 无上菩提 的的确确 我们从今天起 认真念佛 那昨天呢 已经过去了 姑且不愣 今天此时此刻 要把这个时间 牢牢抓住 万元放下 一心细念 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 除了想去 极乐世界之外 其他的事情呢 就不要再 往心里面去了 那对这个世界呢 好事情 立众生的事情 我们就随缘去做 有机会来了 就尽心尽力的 把这个事情呢 做完美 做完之后呢 把这个事情 要放下 立刻把符号 提起来 后面是 炼老所讲的 此名 尽心念佛一生 知无量 不可思议功德 尽的确确 念佛想要 真正有把握 可以往生 首先要做到一点 就是真正能够 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 对这个 娑婆世界 不留恋 灵这个心 就是什么心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 静心 或者是无量寿经上 所讲的 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具体来说 就是偶遇大师 所讲的四个字 信 愿 持明 有大愿中 有文明 得福愿 这个大愿 就是指的 四十八大愿 我们念这句佛号 功德不可思议 十方众生 以文明故 寿终之后 生尊贵家 诸根无缺 常修 殊胜 泛恨 这是讲 得到世间的福报 他有哪些好处啊 他生到了尊贵之家 你看这个人呢 他蛮有福报的 这个家庭呢 有地位 有财富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 这一家人都积德 并且这个人出生的时候 身体非常健康 长大以后呢 也对佛法非常喜欢 愿意发心 来护持正法 又有文明得忍愿 他方菩萨以文明故 应时可获 一二三忍 正不退转 这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定 那么这里所说的 他方世界的菩萨 就是指极乐世界之外的 这些大众 我们念佛 想要真正获得 好处 真的要跟这些菩萨学习 要把这个善根种子 不但地累积 累积的越多越好 所以大家从早到晚 心里面呢 只想什么最好呢 想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事情 我们只能够说 少想一点 我们做不到不想嘛 对不对 不可能 你看 阿弥陀佛都还有这个妄念 但各国是我们大家 一旦发觉自己有妄想 杂念 立刻用一句弥陀圣号 绝带着 一到达结肉世界 不得了 就像这里所说的 就讲到菩萨 虽然讲到菩萨 其实也是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到达结肉世界呢 得到什么东西啊 一 二 三忍 这就是经上所说的 英祥忍 柔顺忍 还有无神法忍 从这里啊 就可以证明 弥陀名号 妙得难死 得英祥忍 那是什么地位的菩萨 至少他是 原教初中 别教初地 换句话说 他已经离开什么 离开十法界 到达呢 一城法界去了 那如果在镇的无神法忍 那很得了 他就是 这个无神法忍分为三个品 七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七地呢 是下品 无神法忍 八地呢 是中品 无神法忍 九地呢 是上品 无神法忍 再往上面去 就叫做 极灭人 极灭人 十地菩萨 是 下品 极灭人 等觉菩萨呢 是中品 极灭人 妙觉如来呢 就是上品 这个极灭人 见阿弥陀佛 我们迟早有一天 也能够回归到藏寂光 这是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 最大的心愿 后面再引用 日本高僧 他们的看法 如东历 阿兹灌云 请问日本在中国哪一边 东边 对不对 所以叫做东密 这个密呢 就是说的密宗 日本的密宗呢 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 当然包括其他的宗派 他们呢 有这个阿兹灌 里面说到 自阿兹出一切陀罗林 自一切陀罗林 生一切佛 从这儿就知道 原来这个阿 我们大家也是时常会讲 阿 那这个阿 居然有这么深厚的 这个毅力在其中 念老下面讲到 阿自主也 一般语言里面呢 第一个母音是什么 就是阿 在这个地方的陀罗林呢 当作神咒来讲 古代的曾经说过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呢 不如念佛 一般来说 我们念经呢 答忘一下 会比较多 可是如果念咒语啊 因为咒语短嘛 那这个打忘想的 时间就少 那还有一个 比这个时间更短的 是什么 就是这句名号 我们念这句佛号 如不如意打忘想 几乎是不可能 对不对 你看阿弥陀佛多快 阿弥陀佛 这还不到一秒钟呢 我们就把它念完了 所以念这句佛号呢 很多众生 都能够啊 容易射受 那么念这个佛号啊 好处很多 我们这部经 跟这个注解 就是详细地 说明这一桩事情 这里讲到 阿自主也 一切陀罗林 与一切诸佛皆伴也 一字之中 主办功德 无量无边 是即原名 具得之旋意 这个阿自主 那其他陀罗林 还有一切诸佛 居然都是他的伴 这个旋意啊 就是指优旋的毅力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又比国土 这是指西方世界 色生香味醋 这是说到五成 依原名俱德 故见光 见树 闻生 秀香 莫不争议善根 那个根性利的众生 他看了这句经文 他就想去极乐世界 怎么说 你看一到达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六根 一见到外面的六成境界 对我们产生什么好处 莫不争议善根 反观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是争什么 他也是争议 但是不是善根 是什么根呢 都是贪嗔痴吗 从这儿就知道 我们这边的环境 不适合居住 不适合 修行 所以西方净土 那个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好 因为在那边 觉得找不到一丝好 一丁点 造恶的源 在那边 绝对不会有一点点机会 让我们迷惑颠倒 哪里像现在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时代 小孩子难教 难养 也是 让我们感慨万千 你看现在小学生 应该是很单纯的 可是现在小学生已经怎么样 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污染 看电视 上网 玩手机 打游戏 等等 他的心就不够清净 心不清净 就很容易做错事情 不像西方净土 无论走到哪儿 都是绝对单纯 绝对善良的 在《波尔经》里面也说到 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这两句话 我们也要细细去体会 这个离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 躲到深山里面 自己搭一个茅棚 或者自己找一个山洞 在里面清修呢 不是的 这个离是什么意思呢 是讲心上啊 对于外面的这些相 对于外面这些人事物 不分别 不执着 不启行 不动念 我们还是这样 正常地过日子 跟一般人一样 生活 工作 学习 修道 可是我们呢 不受他影响 他妨碍不了我 我们 看一下密中大的 真的他们修法 就跟我们净土中的修法 就不一样 你看我们净土中是 远离城牢 修清净行 那密法这些修行的大德呢 他们怎么修啊 他就在红尘里面修 清净行 这个就难了呢 我们是没有看过 但是听说过 比如说我们这个法师疗房啊 一般法师疗房里面 就会放自己私营用品嘛 还有一些佛像 或者是经书 参考资料之类的 但是您看这些密中大德 他们疗房是放什么 金融珠宝 我们不想是不是这样子 只是听说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么多的七宝围绕着您 您不起心不动恋 那就证明什么 您就做到这里所做的 离一切相 这个厉害啊 他每天见 每天摸 接触 他不动心 他没有贪心 这是功夫 所以这个密法修成了 他那个品位特别高 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那最好就不要接触 所以比较稳当 可靠的 我们先远离这些 让我们会动心的东西 在生活当中 尽量去学习 不受这个六层境界的作用 我们这一生往生到西方净土 可以说身体变了 物质环境也起了变化 现在这个色身叫法相身 现在居住的场所叫法相土 可是一旦到达极乐世界 立刻就改变 那个时候我们身是什么身呢 法性身 居住的国度呢 法性复杂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身有生有灭 这个大地有城住坏空 可是极乐世界有没有啊 不会 生土都是无量寿 永远不生不灭的 这讲到根本处了 还有一个更殊胜的 就是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永远听经了不间断 什么时候您就不再听经了 成佛了吗 成佛就不用听了 你就毕业了嘛 你就自然就离开这个阿弥陀佛的讲堂了 如果说还没有成佛 还是等觉菩萨 还继续听 后面说 若有众生 见我光明 这个我 就是阿弥陀佛 照处其身 莫不安乐 莫不安乐 慈心做善 这是什么作用呢 这是佛光的加持 所以佛光一加持我们大家 马上这个磁场就转了 就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在里 我们举个很现实的例子 大家如果恭恭敬敬地念 不无量寿经 您 今天早上已经过去了 您下一次明天 或者待会儿您下午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再念 无量寿经的时候 您可以观察一下 念经之前是个什么心情 好了 念完一步之后 您在棺材下 念完经之后 又是个什么心情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呢 我们到佛堂去念佛 进佛堂之前 是个什么样的心态 出来佛堂的时候 又是个什么心态 肯定不一样 为什么有很大的不同呢 因为我们在读经 在念佛的时候 有佛光的铸造 相信大家多多指掃掃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这个慈心作善 你看 把我们的悲心呢 真正引发出来 我们不但要自度 还要发心呢 普通苦难众生 波阳无量 唯妙阴生 这一点呢 我们把它留在后面经文呢 再细细跟大家做汇报 这就说明呢 七宝池 八功得水 他能够啊 发出 我们每一个众生 最喜欢听的法音 德文如是种种生意 其心清静 无助分别 正直平等 成熟善根 所以有人问呢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清静佛菩萨 好处 马上就能够得到 得到什么利益啊 心清静的 第二个呢 心平等的 所以这里说 正直平等 还有 成长我们的 善根 那换句话说 贪嗔失慢 就远离我们而去 流步万种温雅得香 岂有闻者 成老够习 自然不起 这个七宝池 弥漫着 您最喜欢闻到的香气 这个鼻根 一闻到这个香气 它立刻就 把我们的烦恼 就消除了 不但烦恼除掉 还把那个烦恼的习气 也都连根拔除 哎呀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从极乐世界 搬一个七宝池 过来都好 对不对 那有这样一个七宝池 我们不管在里面 沐浴 还是游泳 或者旁边精醒 闻到那个香气 听这个七宝池水的法音 我们就能够 成长自己的善根 不光是这样子 后面还说到这个身体 风促其身 安和调逝 犹如比丘 得灭尽定 这个境界呢 我们这个地球上啊 是绝对看不到的 你看那边的菩萨 它被这个风啊 一吹 感觉到身体很舒适 我们这边有时候风呢 吹到自己身上啊 还感觉不错 但是这边的风 能不能够帮助我们 断烦恼 没办法 这个比丘得灭尽定 是指什么样的果味呢 至少它是阿罗汉果 我们这边的风 吹到身体 能不能够震得阿罗汉呢 那个风越强 反而它真的伤害啊 就越大 从这儿就知道 那边的六层境界 真的是 被我们接触到之后 只有好处 绝对不会伤害 我们的身心的 所以说 基督世界美妙 殊胜在哪 你一定要把这些例子 都能够想得出来 还有 有若有众生 赌菩提树 闻身秀香 尝其果味 促其光影 念树功德 皆得六根清澈 无助脑患 助不退转 至成佛道 这西方净土太好了 他先讲这个眼根 我们看这个宝树 或者是呢 眼耳朵 听到这个法音 还有鼻子 闻到这个香气 蛇呢 尝到那一个果味 身体呢 感受到这个光明 义呢 想这个树的功德 得到什么利益 全部让我们 眼耳鼻舌生意 达到清净无染 没有烦恼 而且能够使我们大家 做到三种不退 胃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一直到什么地步 决定成佛 所以在那边 说句实话 你想 连不想成佛都不可能 为什么呢 那环境太好了 全部都是正面的 全部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正能量 人呢 全部都是好人 没有一个是坏人 没有一个机会 让我们起邪恋 做恶事的 统统都是帮助我们大家 修 戒定会 修 文师修 听到这里 大家应该动心了吧 动什么心呢 赶快去 对不对 那么好的一个世界不去 多可惜啊 后面进一步讲 宝箱普勋愿愿 吉祥普勋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 可见一尘一毛 莫不圆名俱德 这是引用啊 四十八院里面的一个大院 宝箱普勋愿 证明呢 在那边呢 任何的这个义报 都具足什么 万德 所以说极乐世界妙 好 黄连老都把这个证据啊 一一的收集起来 给我们看 华言玄谈 为诸法何故 世事无碍 这是讲到极乐世界 为什么那么圆满 没有障碍 反观我们这个世界 到处都有障碍 到处都有麻烦 古人有一句话 讲得蛮感慨的 人生不如一世 长八九 那是古人讲的呢 那我们今人可能要把这个字改一下 人生不如一世 长九十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烦恼更重 环境越发的恶劣 就导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心想事不成 不像西方净土 那边的人 那边的佛部上 都用的是什么心呢 全都是用的 真心 十一 我们这边用什么心呢 全都是用阿赖 用这个第六诗 第七诗 根源不一样 导致身 心 震暴 衣暴 就很差劲 你看我们这个身体 有什么 生脑病死 植物呢 生住一面 山河大地呢 成住坏空 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这个地球迟早会爆炸的 大家相信不相信 你要相信呢 为什么 这个地球中间是什么 温度很高的那个岩浆 是不是 这像一个什么 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就好像一个火药桶一样 它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还不离开 还在这边呐 呆着 那就证明我们呢 没把这个事实看透 所以佛在经上打比方 你看法华记里面 佛怎么说呢 他不光说地球啊 他说是三界 就好像是火宅一样 我们应该要发现 离开这个六道轮回 要去西方净土啊 去到极乐世界多好 我们就把这个八事 前面的五事 再加上第六事 第七 第八 第八就是阿勒耶 全部一转过来 一转过来 灵救是谁呢 你就是阿维悦志 菩萨 灵救自然就入了 十宝状印度 当然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不是凭自己的力量 转变过来 是谁住我们一臂之地啊 阿弥陀佛 那么现在我们大家想真的 有把握 去得了 极乐世界 怎么做 最有把握呢 要放下这个世界 不能够再牵挂了 凡是让您烦心的事情 凡是让您不开心的人 您要怎么想 都是梦幻泡影 都是远距远善 就像我们这堂课一样 我们这堂课 是不是远距远善呢 再过二十分钟 我们就怎么样呢 不就散掉了 是不是 再过十多个小时 明天呢 又来了 你看这是个什么像 就是相似相续的假像 这个六道 说佛世界 整个宇宙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啊 我们不应该自己呢 再伤害自己 那个伤害自己 最大的 就是刚刚所说的 第六十跟第七十 第七十 由四大烦恼组合而成 我见 我爱 我吃 我慢 那个我爱里面 最严重的是什么 就是情质 说句实话 这六大烦恼 这一样东西 最难破除 但是又不能够把它破除 我们果真把这四大烦恼 舍弃掉 哎呦 那你就不会再有这个第七十 怎么样能够转这个境界呢 阿弥陀佛想一个方法 妙 这个方法就是用一句弥陀名号 取代所有的贪心 取代所有的傲慢 取代所有的这个诚心 恶见 等等 烦恼 无量无边 平常呢 我们 一般不会讲啊 那么多的种类 大家看 《百法明门论》里面 他讲这个烦恼呢 就说得蛮 精炼的 他说六大根本烦恼 这六大烦恼呢 还有呢 二十个随烦恼 讲实在话 这二十六种烦恼 就已经让我们呢 招架不住了 那更何况是八万四千烦恼 所以凡夫 生活在六道里面 真的是苦 从未见断过 但是在西方净土呢 虽然 很多六道众生 刚刚到达那边 烦恼都没有断 可是凭着阿弥陀佛 微神之力的加持 我们所有的烦恼 它不起作用 所起的作用都是什么 全部是三根 所以那边的 人世环境单纯 没有一个人 是让我们生气的 我们这边有没有人 让我们常常生气 有没有让我们很苦恼的 都已经来到道场里面了 有没有人让我们不高兴的 还是会遇到冤情战术吗 是不是 你跑到深山里面 你躲到一个山洞里面 说不定又来一个人 又来一个动物 来一个无形众生 来骚扰你 都有 这次六道里面的真实状况 不过呢 那个会用功的人 他遇到这个 历经恶缘的时候 他反而怎么想呢 你越是来伤害我 你越是来破坏我 找我麻烦 我越是不动性 因为我知道 一定是我跟你 过去生中的缘分吗 所谓的渊渊相报 你来讨债嘛 你要讨就让你讨吧 逃到你不逃了 你自自然的就离开 所以我们看这个魔王波寻 他怎么样对待 释迦牟人佛的那个例子 也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 你看师尊 以定会力 降服 这个烦恼 那魔王波寻就无可奈何了 假如说 师尊也跟他对打 争斗 那完了 那佛就退步了 佛没有这样子做 不为之所动 所以他使尽了任何花招 打动不了佛 那到最后 这个魔王波寻就怎么样 他反而 佩服师尊 反而呢 还跟佛来学佛 到了最后 更不可思议的 他还证过了 所以我们大家想要转境界 不是把外面的人事物转过来 是转什么 是转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一流转过来 这外面的人事物 它自然就改变了 那么修学佛法呢 我们都知道 是用净土法 只是名号 这个方法 当然我们现在 还要跟大众相处 跟大家相处 必须要给大家 做一个好榜样 中国古人的标准 做人的标准就是 五轮 五常 四维 八等 我们学佛呢 可以说 敬业三福 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 不但过去佛要尊重 落实敬三福 现在佛 未来佛呢 通通都要把它做到 我们做到的这个力道 越大 越深 越广 它所产生的效果 就越发的殊胜 那么这里呢 就提到一个问题 这是华言 宣坛里面 所说的 他说 为诸法何故事事无碍 从唯心所献故 诸法之本源 非有别种 为之如来 葬心缘起之差别法 古必有可何容之理 大臣经里面呢 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享受 从这儿就知道 所谓的冤家对头 我们可不可以感化他 可不可以度他回头呢 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这里讲到何容 这两个字特别重要 你看现在 我们这个地球 目前有两百多个国家 在图文巴 听说有七十多个 不同国家的 移民 学生 居民 都在这儿 我们讲一百多种语言 那大家住在这儿 应该要做到什么 要做到和容 如果不和 那我们在这边就过得 很辛苦了 不但家要和容 社会要和容 国家要和容 星球要和容 这整个宇宙 都要做到和容 可是我们做 想做到这个和容 首先从哪里下手 最稳当的 从我们自己内心 从我心开始 要做到和容 具体做什么做法呢 要放下 跟一切众生的对立 要放下一切 别人 不是的 这个看法 我如果 感动不了别人 不能够帮助这个人 回头是 他的缘由在哪 古人讲一句话 这是我们中国 儒家学者所说的一句话 行有不得 反求助 真的 您细细品味 四书五经 四三经 再看一下 道德经 看一下 太阳感应篇 安事全书 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地理学区 在这个时代 我们众生的福报又现前 怎么说呢 前不久 这个 已经失传好多年的 群书之药 又有同修发心 把它大量的流通 我们希望 上至国家领导人 下至平民百姓 大致都来发心了 学习这一套重书 并且还把它翻译成各种文字 我们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都来学习它 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隔隔一两年 我们举办一个国际会议 互相交流 彼此怎么去落实的 怎么把它做到 这样大家都提升 到了最后呢 这个星球 它一定能够达到 此地所说的 和容这个境界 此地呢 我们刚刚有看到 诸法之本源 是什么 原来是 如来葬新缘起之差别法 现在为什么大家不和 就是因为有差距嘛 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差距呢 缩小到 最低 凡夫讲要缩小距离 请问在佛菩萨 法僧大事那里 有没有所谓的距离 没有 如果还有一个距离 那不就是还有分别吗 是不是 它连分别都没有 哪里还有距离可言呢 因此呢 这个 教法 的的确就是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要下功夫 所以啊 这个大学就非常好 这是我们四书 排在第一的大学 你看他里面就讲到什么 首先我们生 要能够做到和容 生和容之后 才能够谈得上什么呢 家企 家企之后呢 才能够说得上是国治 国治之后呢 才真正能够实现世界和平 所以改变世界 改变世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都有这个义务 讲究老实话 我们身上 肩膀上的一个担子 蛮重的 尤其是 从事宗教行业的 这些人士 像我们佛教的法师 应该要把这个重任 担负起来 你看佛门常说嘛 贺担如来家业 所以一般古时候道场 大家注意看 你看很多三智 这寺院的 他们的记录里面 都有说得很清楚 每天修行 每天讲经说法 是不中断的 再借由高科技的 技术 我们把 大家所讲的内容 通过电视台 电台 网络 光碟 书本等等 散布 流通出去 让越来越多的众生 都能够听闻到正法 久而久之 他也就会慢慢回头了 当然这个事情呢 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下面是 《华言经诗纸章》里面的一段话 或隐或闲 或一或多 各无自信 由心回转 这就说明了 宇宙之间呢 任何的万物 任何一法 都没有字体 都是由心呢 回转 这是讲的真相 的的确确呢 一切法 都是随着我们的念头 在转的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念头 到底是善还是不善 假如说这个地方 有风灾 水灾 地震 海啸 那就证明这个地方 绝大多数人 念头都不正 如果这个地区 风调雨顺 国态民安 那肯定大家都是 心很善良的 大家看无量寿经 里面有没有 所谓的这个 消防队 没有 有没有医生 护士 医院呢 也没有 那边只有什么 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老师 一个就是学生 老师是诸佛入来 学生呢 都是这些法身大事 都是这些菩萨 所以他们天天在那边呢 教学不间断的 说事说理 有成有利 明 唯心 回转 善成门 所以啊 他这个关键呢 就看我们的念头 如何转换 念脑告诉我们 这个 《华言经》里面的 唯心 善成门 就是此地 所讲的 主办原名 巨德门 贤首国师呢 他只是换了一个说法 但是意思都是相同的 这一章 这一章最后第七段呢 是以十大冤枉 导归西方进度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华言经》它的最后的归宿 是哪里啊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学习《无量寿经》 我们学习这个科著 目标是什么 也是去基督世界 所谓的 不同的经 不同的教 结果呢 目标 完全一致 本经 积功累得品 为法障比丘 著真实会 勇猛精进 一项专制 庄严妙图 看看阿弥陀佛的前身 人家是怎么样发大心的 我们说发菩提心 他的心安住在哪 真实会 我们就这三个字来说 真实会 请问智慧是什么 什么是智慧 就是真实心 真实心就是智慧 说得简单一点 智慧就是真心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没有智慧 什么原因呢 我们用的是 忘形嘛 就不是真心咯 所以我们看的这句话 要赶快回头来 从今天起 我们这个心要安住在哪 阿弥陀佛上 这个好 他老人叫 是十十个课 安住在真实会 而且呢 修行的勇猛精进 没有懈怠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讲句老实话 众生福报太小了 以前呢 老师父母还督促我们 严加管教 有打有骂 现在父母 老师敢不敢 折骂他的晚辈呢 你打我 你骂我啊 这个小孩就怎么样呢 他不是有手机吗 或者家里有电话 他马上就打这个警察局 把警察叫来 把他的父母 把老师 就给带走 所以现在做长辈的 也都是啊 想教不敢教啊 那我们现在 怎么样才能够 真正有成就呢 一定要自己 发愤好好学习 一定要对长辈啊 有真正的恭敬之心 英光大师说得非常好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就得十分的利益 反过来呢 我们对长辈 没有恭敬之心 能不能够得到利益啊 不可能 绝对得不到 还有他老人家是 这讲的法杖比修 一向专制 庄严妙途 他在阴地里面呢 真的是辛辛苦苦 用了那么长的时间 到处参访 祝福沙徒 到最后呢 把四十八愿 设想出来 按照这个标准 建造西方净土 底下领导说 故知 极乐一正清静 庄严 皆真实慧 之所流现 西方净土的 一报正报 这么样的庄严美好 全都是从 自信 清静里面 所具有的 般若智慧 所产生出来的 如 往生论 所谓 三种庄严 入 义法 具 这是天津菩萨 所写的 往生论 哪三种庄严呢 一报 十七种 佛 庄严 八种 菩萨庄严 说了四种 总共呢 二十九种 这三种庄严都入 一法具 这一法具是什么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它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所以呢 念这句佛号 功德 它为什么不可思议 往生论 天津菩萨 都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具体 其实这个法门呢 大家如果抓住了 纲要 修行起来 就特别容易 你看我们这部经 把方法说得那么清楚 两句话 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刚刚说嘛 真实慧 您想要有真实的智慧 那我们从今天起 要用什么心 对待人事物啊 要用真心 什么叫菩提心呢 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制成心 他的自受用呢 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清静平等觉 那对待别人 他受用呢 回向法院心 或者我们讲的 大事大彼之心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 一切法无有高下 一切法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看法生大事以上 这些佛菩萨照顾众生 一点分别心都没有 他是绝对以平等之心 来照顾我们大家 故知 妙土庄严 即是清静法身 无二无别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那个身相 是清静法身 那整个西方净土 可不可以称为清静法身呢 可以 那十方诸佛萨图呢 也是的 理上讲是的 经中 受乐无极品云 一旦开打明澈 自然中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 自然光色昌悔 转变最盛 欲丹成七宝 恒难成万物 这段经文呢 可以说 它是佛法里面 所讲的 这个 最高深的科学 所以我们看经文就知道 经典里面包括什么 伦理道的因果 还有呢 哲学 以及科学 下面念老呢 就简单地解释一下 经允一旦开明 其所开明者 当人知 自心也 一般我们常常会说 听佛菩萨开示 诸佛菩萨来到时间 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把我们的心给打开 他不光是帮助 把心打开 还怎么样 还要让我们看清楚 把这个事情 说得明明白白的 打个比方 就好像有个人 带着我们来到 这个讲堂外面 他先帮我们 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走进来参观嘛 第一次来嘛 摆在很多东西 那这个导游呢 他就会跟我们说 这个房间里面 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只给我们看 给我们细细地讲解 这就是诸佛 在经上所讲的 这个话呢 牢记在心 佛讲什么呢 要能够真正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不能够再用 这个分辨心 执着的心 处置待人结物 我们用什么心态 来跟大家相处呢 你看阿弥陀佛圣像 这幅对脸就非常好 讲实在话 这幅对脸二十个字 突破时间 突破空间 在这个星球实用 在其他法界 实不实用 绝对可以派得上用场的 所以我们对待 所有众生呢 都是真诚亲近 平等 争觉慈悲 这是讲信德 这是我们真如本性 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把这个宇宙万有的本体 真正搞明白呢 另外一边就说到方法了 要砍破 要放下 要能够做到自在 随缘 还有呢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这二十个字啊 帮助我们修行 真的是现前得到的意义 将来呢 能够稳当地 把我们送到西方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所以它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莫学悟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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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